大家好 前面我们就讲解了通过令的方式 就是指与附近的一个链接关系来达到继承的目的 然后呢我们也通过那个模仿那个GS自带那个create的方法呢 实现了自己的一个create 当然首先要说明一下这个create不是我自己发明创造的 这个代码呢是 GS领入了一个真正的大神啊 就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怎么念了啊 他发明的 因为他他的他自己发明的好的东西都被那个标准组织ECM ES标准的收录进去了啊 这是他创造的这个MyCreate 而系统呢create呢 除了我们刚才隐私的这种用法以外呢 他还有一些别的用法 比如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别人还是这样创建一个P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地方写一个name 然后司机 好回车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此的对象利用upgex它自带的啊 然后呢就传一个空 传个空的话就产生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toolstrain 你会发现没什么提示了是不是 这个方法也的确没有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对象传过来这个空是不是 所以它的软形指向的一个空 结合我们上一颗讲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弹调了对object的对象的软形的质用 一个引用 所以就没有从object里面继承任何东西 所以toolstrain呢就会为空 就是它的一个用法 就是这个 那么它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一个增强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弄了一个c c2啊 它是object的.create 然后呢把副对象传过去 同时呢 同时就是自己构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就是对这个即将创进出来 指对象的一个增强 比方说添加一些承认属性 是不是 然后它的添加方式呢就是那个通过那个 跟那个前面我们讲过的object的define的property呢 是类似的啊 property是类似的 比方说我们要添加一个属性A级 然后一个大括号 dou号 比方说 cannery 冒号 这样写 然后在这里呢就可以写上 比方说fineu等于20 然后这个工资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写上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fineu等于100万 那印一下是不是 回车 然后呢c2的话呢 我们就写一个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从 嗯 那个副对象的里面继承内容有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A级也是20 然后cannery呢 啊就是这些都有了啊 这是这是第二种用法啊 就是这么几个 嗯 这就是通过link的方式实现继承 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图啊 啊就是专门讲解那个软行令 以及相关的东西 其实这个图呢 呃就是这样的 初看一下啊 好像挺吓人的 是不是 嗯 然后这个图呢是我在网上找的啊 嗯有这么 呃这个图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写的 如果是他写的话我们要向他致敬 是不是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图呢 真的讲的挺挺好的 首先从整体上介绍这个图 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呢 整体上的话呢就有这么函数这一块 以及软行对象这一块 加了一个instance是不是啊 然后本身的话呢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对象的两种方式 就是什么呢 第一种就是通过一个函数new出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象致命量 或者通过那个new object的创用出来的 这是整个竖形 从竖的方面看的话呢 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软行令一个个来看啊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层面的 这个呢 这个地方F1和F2呢都是通过那6这个函数 溜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知道 这种溜出来的对象的话呢 它的proto 这个东西指向的是这个函数本身的一个软行对象 所以呢这里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把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种情况 而这种情况呢 它是通过object的或者对象致命量创建出来的对象 是不是 然后它的软行我们都知道是直接指向的是 它的构造器 构造器是属于object的 然后它的直接直接指向的是构造器的软行对象 所以它就指向这边来了 这是我们平时说的两种对象的构建方法 它的软行的指向 然后这是这第一个层面 然后说完了第一个层面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而这一个呢 这个软行对象本身 前面我们说过是不是 它指向的是呢 是object 然后指到这儿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 因为它指向的这个软行对象 这个地方本身一步到位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通过函数创建的对象 如果它的链条的话呢 它有两极 第一就到这里 第二就到object的 而通过对象致命量呢 只有一极跑到这儿来 最终这一个对象啊 这是个object的软行对象呢 它的一个内部的proto呢 就直接指向为一个空 因为它是一个顶级对象 是一个顶级的对象啊 顶级对象 这是这一个层面 那么接下来还有 说完了这个之后呢 这是第一个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创建出来的 这两种对象 它的proto的一个指向的一个 结构是不是 一直在这边来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一个层面 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呢 把函数这一块 当成一个对象 因为刚才这个层面的话 是把函数当成一个类来使用 而把这个函数这个东西 当一个对象来看的话呢 它的软型就指向它的构造器的prototype 而这个负的构造器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大写的F 然后大写F它的软型呢就是这个 所以它的那个prototype这个层面啊 这个就是这一个层面呢 把这个图拖上一点啊 好 它的这个层面就指向 直接指向funk型的一个软型 然后这个对象的话呢 也是指向object的 object的软型指向这里呢 最终指向这里 就是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也是指向object的 也是个顶级的 然后我们呢 接下来看这一块 把这一块当成一个对象的话呢 构造器这个 它的软型又应该是指向它的什么东西呢 它的构造器的软型对象 因为object的这个函数的 它的构造器呢 也是一个construct 还记得吧 我们很早以前学过的 construct呢就指向的是funk型 然后它的软型对象呢 所以就指向这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 它的prototype指向的是它的构造器的 软型对象 它的构造器是这个 然应该是这里是不是 好指过来 指过来之后呢 这个东西呢 以此类推也是指到这里来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看这个本身 因为这个它的软型的话 它是指向它的 构造器 这个构造器它是自己是不是 然后它的软型是 它是这个对象 所以就指在这一栏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呢 前面说过来 一直指在这一栏 就是这个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呢 就是 这是整个软型的指向 整条因是达到有什么效果呢 不管是我们创建的对象 还是这样创建的函数对象 通通 通通指向的是一个顶级 最终 总是指向一个object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在GS里面 一切都是对象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软型令 最终指向这个 当然这个的东西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创建的 这是GS自带的 而它内部它的protype呢 最终都是指向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指向它 也也是指向的 一个顶级的object的软型对象 所以呢 从对象的层面的话呢 就是所有 可以认为是对象的东西 最终顶级的对象就是object的 点protype 这个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 顶级对象 而不是object的这个本身 因为object是个函数 是个同时它这个对象 是顶级的东西 是object的点protype 这种东西啊 这是这个 就是proto的层面的一个理解 那么排除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也要说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prototype和construct 这个东西也要说一下 我们现在说这个啊 它已经列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先说它 funk型 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写的 是不是 它的构造器是什么呢 它本身的构造器啊 这个这个玩意的话呢 就是它自己的构造器呢 是这个 就是construct的层面啊 这个函数对象的构造器是这个 然后它的软型对象啊 prototype软型属性 然后就指向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软型属性本身 它里面有一个construct的属性 它指向的是这个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啊 那么接下来看啊 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它的一个构造器是指向的是什么呢 construct 就是指向的是这个东西 构造器是指向这个 然后它的软型 软型的话呢 就指向它 然后而它的软型本身的构造器呢 又指回来 这是这样的东西 而这是这个啊 啊 最后一个这样就没什么好说了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就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把那个图精紧一下啊 精紧是个什么呢 只看构造器本身 这个东西的构造器指向它 它 这个东西的构造器指向它 而自己的东西呢 构造器呢 就指向本身 所以说最顶级的这个构造器层面的东西呢 是方形 当然如果你要说这个对象 它的构造器指向的是谁呢 它的构造器是指向它 这个构造器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是它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自己创建的对象 它的构造器分成两层 第一层到这个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 这个呢也是第一层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到这里 所以从构造器的层面的话呢 最顶级的东西 就是这个方形 就是这个构造器层面啊 好 刚才我们从软形的层面来剖析到了 最顶级是这个 而从构造器的层面呢 最顶级是这个 那么我们就要想想的啊 把这个清调想想 揣摩一下 当初JS是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啊 当然这个下面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揣摩的 我可能猜测可能是这样的啊 因为早期JS呢 它没打算支持面向对象 那么它怎么做呢 比方说我们就 可以把这个东西相当于说插掉一样 把它插的不存在是不是 我们把那个东西呢把它画掉可以 这个好像没生效啊 这样画掉 把这个对象这一块呢 全部画掉 留下这一块 那么变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早期JS只是函数啊 变量循环这种东西 是不是 那么它就构建了这样一种结构图 所有能够创新出来的那个构造器 通通指向这个方形 那么后来呢 为了加了一个东西 加了它 让JS好像变得可以支持面向对象 那怎么做呢 如果你想想啊 如果你是JS的那个解析器的实现者的话 你可能认为改这些东西呢 就会很麻烦 是不是 所以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对象出来 因为JS本身是没类的啊 所以它的第一个想法就应该是这样 我创进出一个对象出来 把这个图 把这个外面 要小一点 创进出一个对象出来 然后这个对象出来呢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顶级的 那么怎么样构进出 它是一个顶级的一个情况出来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顶级的构造器把它弄出来 第一个构造器的话呢 我们把它产生一个什么呢 你首先要产生它的一个 尽力一个软型 因为我们通过还有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new 是不是 所有的 你要达到一个顶级的话 你总要有一个链接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链接进去 是不是 它内部是通过这个隐藏的那个proto来做 既然是设想是通过它来做的话呢 那么我们也创进了 构建了这样一个顶级对象 那么接下来就要一层一层的链接上来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创建一个普通的函数 你怎么样拎接到这个层面呢 如果你在这里直接拎接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直接拎接它的话就不太灵活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灵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直接拎接的话 你可能很有可能就不让别人修改了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自己创建的函数呢 它不是才有直接拎接的方式 而是它中间搞了一个层面来过渡 搞了这个对象 让别人可以对它修修改改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如果把这个东西设为空的话呢 它就没有tostrain 是不是 可以改动的 这是它的可能是它的考虑 所以经过一个桥接了之后呢 拎到这里来 而对于这个系统自己的东西 不是我们写的 那么它呢 就没有什么桥接 是不是 直接弄到这里来 直接弄到这里来 然后你不能不允许改动的 这些东西呢 直接拎上去 你改动这个东西呢 就没意义了 是不是 就拎到这里来 变成了这个 这是这个顶级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为了征询前面的construct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关念起来 它就构建了一个construct的这个东西 以及prototype的这个东西 这样整个桥一起 一连起来之后呢 就让GS呢 既支持函数 又支持对象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你可以看你这个图呢 你可以想出你自己的理解啊 这是整个一个软性定的一个解释 但是这个图的话呢 我放到那个思维导图来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思维导图 发给大家 这个图挺好的 当然你在我Google上一搜的话呢 第一页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真的讲的挺不错的 今天就讲完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